另外还有新气象的就是客家事务处了 是由潘前健为客家事务处长 许正位期许新任的处长承担起这份发扬客家文化的责任跟使命 让客家的精神是代代相传 现在许正位3.4号上午则是前往客家事务处来拨打新任的客家事务处长 来任命潘前健处长一职 现在许正位则是感谢任的处长彭伟族的努力 建构好客家事务的重大工作 也期许新任的处长能够一展新的一面培育青年人才 让文化能够对于延续 现在目前整个花莲县的客家事务我们的推广 我们更希望让整个世代的传承 还有年轻化以及多元的客家文化 能够透过攀前健处长能够有新的面向来推广 所以对于攀前健处长正位以及我们各分会 我们大家的期待都非常非常的深 新任的客家事务处长攀前健则是以三等目标来破坏客家事务的工作 第一 我一定会尊老而情理沟通 情理情义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客家最重要的就是传统 那我要加创新 让这件事情从尊老老的来指导我们 我们年轻人要加入 第二件事情 我要培养发掘人才从客家的青年 如何让客家不要断层 让客家人走出来 这是客家的年轻人走出来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领域上面 我认为我们将来一定要在发掘人才 培育年轻人这个工作方向 我是认为是应该努力的 第三 我要推动精致的客家文化 所谓精致的客家文化 当然我们过去都有传统 有什么美食 语言 舞蹈 歌唱 艺术等等的这些人文 我认为精致的客家文化 我们将来要结合我们信徒花蓮 亮丽客家的一个方向 打造一个很多值得观光客进来的景点 以及经济产值 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第四 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 要连结乡镇公所 县级的客家社团 以及各乡镇的客家社团 我们共同来打造一个 让外面的人来到花蓮 可以看到我们花蓮的客家文化 现在许正位秘书长楼中 各旧所授也欢迎新年 客家事务处长的任命 新年客家事务处长 判写表示 上任之后是责任的开始 也是压力推动能量 未来会和客家大楼们 请议 沟通的方式 共同来做好客家事务的工作 记得请不吝点赞